本届欧洲杯还胜最后一场 就是北京时间7月15日凌晨3点开打的决赛 将在西班牙跟英格兰之间展开 最后夺冠的球队可以进账800万欧奖金 由于西班牙此前全胜战绩晋级决赛 所以只要捧杯 就能拿到最高2825万欧元的全胜奖金 从实力、状态来看 西班牙更被看好 有机会送给英格兰又一个亚军 欧洲杯举办64年以来 西班牙成为了第一支单届收获6场胜利 或者开局6连胜的球队 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记录 冠军项越来越像 这一点英格兰确实不如西班牙 比起英格兰克克半板晋级决赛 西班牙小组赛阶段3-0克罗地亚 1-0意大利 1-0二巴尼亚 对使第二次做到小组赛全胜 上一次正式2008年拿到冠军 随后1分之1决赛4比1逆转格鲁吉亚 1分之1决赛2到1决杀德国 半决赛2比1逆转法国 好取开局6连胜 成为了本届欧洲杯至今唯一一支保持全胜的球队 跟英格兰球员喜欢各自为战 西班牙越踢越像一个团结足球 比如半决赛面对法国 佩德里等三名主力缺阵情况下 依然能够逆转法国 其中奥尔默完美顶上 连续三场淘汰赛破门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时是6岁天才小将亚马尔的突然爆发 也让这只西班牙充满青春活力 这是英格兰所无法逼拟的 本届赛事 西班牙应该是英格兰遇到的第一个真正豪门球队 荷兰尽管拿过冠军 不过这只球队没有超级巨星 并且身价还不如英格兰的一半 可谓是星光暗淡 此前连续三轮淘汰赛都是踢得非常艰难 接下来决赛面对状态非常出色的西班牙 英格兰这一次凶多吉少 如果决赛取胜 西班牙将是第四次问鼎欧洲杯冠军 正是超越德国 成为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创造64年全新的记录 加冕历史第一队 还能拿到接近3000万欧的奖金收入 实现双喜临门 据德专统计 西班牙全队身价9.66一欧 约合人民币76亿元 英格兰全队身价15.2一欧 约合人民币120亿元 这是一场总价196亿元人民币的强强对话 届时央视CCTV5频道现场直播